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 本地占8宗当中3宗源头不明 另外怀疑出现新的餐厅群组 铜锣湾海赞海鲜牛扒餐厅 累计有4人确诊 餐厅员工要再做检测 有樽华报导 新增的确诊个案 8宗本地3宗源头不明 包括一名56岁男人 上个礼拜一开始不舒服 上个月22号曾经去过 铜锣湾海赞海鲜牛扒餐厅吃饭 这间餐厅累计有4个人确诊 其中两人属于K11妙斯亚明朝食馆群组 有一个人曾经去过明朝食馆 另一个人就因为 同他在海赞先后坐过同一张台之后都确诊 另外两人就同日分别坐在附近两张台 卫生红中心说 这间餐厅24名员工 上个月28号已经做检测 全部呈阴性 会要求他们再做检测 有结果之后才可以复结 有些没用安装出行的 我们拿了那些应该二十多位的人士 就会再打一次电话给他们 看看他们有没有做测试 就是当日可能有机会有一些 即是食客之间的传播都未顶 但这个都会看看基因分析再看一看 另外也有少于10宗初步确诊 其中一名26岁男人 在官堂心理卫生会落导居残疾人士院社做活动助理 上个月22号开始不舒服 先后做过五次检测都呈阴性 最终在支气管分泌物中发现对病毒呈阳性 3月3号3月5号和3月7号做过测试 结果都是阴性 病人本身就没有咳嗽或者痰痰的症状 但是肺炎的症状没有改善 医护人员就在3月8号帮他安排了支气管镜 所抽取到的支气管分泌样本 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系情初步的阳性 另外也有13宗输入个案 来自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 当中有7宗属于变种病毒 有线电视记者有进华报导 再有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名单 包括东涌蓝天海岸一座 粉领牵情间一座 上环威尼麻街星辉大厦 和北角康威大厦 有工作地点要强制检测 分别是大埔丁角路公务区域试验所 铜锣湾黄室大厦35楼 创技之城一旗二座渣打中心8楼